大家好 中国这个社会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啊 政治不透明 所以大家呢 私底下都喜欢异论朝政 政治八卦是在中国都是永远是最走竅的 我们这些人呢 辛辛苦苦的逃逆了中国 所以呢 最关心的肯定是中国共产党的朝政 公体密室是吧 中南海下水道的新闻呢 这个没办法的啊 每次我坚持锁定中南海造谣传谣啊 我的这个点击率呢 就不会太差啊 我呢做节目很简单啊 就鱼童狂喷啊 我一天做几期节目 我花掉时间没有人家做一期的一半啊 很简单很简单 我大概一天用了一个小时做我的节目 其他的时间我都在写我的稿子啊 所以呢 这个东西没办法的啊 油管就是一个泥沙俱下的地方啊 就是个大买场啊 就是吆喝啊 就像就相当于当年的茶馆 你说茶馆里面最最火火爆的话题就是 哇 辞起来后跟谁睡觉了啊 怀孕了是不是 辞起来后把他儿子给杀了 哇 所有人都来听啊 然后突然发现隔墙有耳赶紧就闭嘴 就这样 我们现在不担心隔墙有耳怕什么 说啊 是不是 越说越嗨 就这样子啊 所以呢继续啊 继续遭遭遭遭遭遭 最新谣言 说这个习主席这个人呢 果然不简单啊 绝对是有几把刷子的啊 有的时候呢 我们高估了他的智慧 有的时候呢 我们低估了他的智慧 很多人呢 都认为细胞子 鹿袖子啊 八王银山公 一定要脸上 人家习主席没那么low逼啊 人家习主席从长计议啊 人家习主席是要要要要 见识中国特色特别色的社会主义啊 当不当官不是最终选择 说这个习主席最终啊 就正式放弃连任了啊 放弃什么连任呢 党的总书记军委主席都放弃连任 尤其是军委主席正式放弃了 所以这个我们也做过这个节目吧 是因为元老牌逼得很紧 你这个东西你必须不能连任 为什么呢 你如果你连任的话 你就是跟江泽民是一伙的 问题是你不跟江泽民是一伙的 你跟胡锦涛是一伙的 胡锦涛一次性把人家的职位就给你了 所以你你如果一连任的话 你的道德形象 你的那个共产党伟大 望上正确的形象 你的一尊的地位就不保 因为你的道德品质 你的这个什么高风亮节的 这些个词就不能放在你的身上 因为一头猪都知道 为什么我们的胡主席是不是 胡面瓜他不连任 为什么你要连任呢 说明你的道德品质不入他呗 说明你对党没有这个对 没有这个胡锦涛对党忠诚吧 你看人家胡锦涛为了党的事业啊 真的为了维护共产党这么多年 逐渐养成的那么一丢丢的那个 那个所谓的制度规则 潜规则 那真是把自己的个人的意义是制度 哎呀 那绝对是可歌可齐 是不是 你你倒好 你现在要连任君位主席 你想想 你是要民呢 还是要官呢 是不是长久来看我们生活的人呢 最终还是要要民 真的 就像我现在 我现在我不是出书吗 卖的挺好 大家买我的时候我挺高兴 真的挺高兴 可是我的买的书赚了点钱 我都全捐给我们的牧师了 哎呀 我们的牧师太穷了 年纪跟我差不多 姑娘还在刚上大学 那你怎么办 你得帮他呀 是不是 我不帮他没什么帮他呀 哎 然后我就开始卖书呗 我卖的书辛苦 真的很辛苦 赚那点钱全不捐给他了 我挺高兴 为什么我高兴呢 那我也赚得虚荣啊 是不是 我赚的是名啊 是不是 我又专 奉献点钱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做优管 我只造谣传扬 我赚的钱挺多的了 是不是 不是说 所以我是个信心很小的人 我们读圣经的人知道的 一个寡妇 一个穷人 把他家 把他手上的几个残留的 几个铜板奉献出去 那才叫信心 我是有很多个钱 我就奉献一点点钱 我是属于这个属于鸡贼的人啊 所以我赚的是名 是不是 哎 哎我出书了 很多人夸我写的不错 我挺高兴 名嘛 是不是 习近平也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 名利双手 名永远在前 利在后 我就是这么臭不要脸 好吧 所以呢千万千万不要高顾我 千万千万不要苛求我 千万千万不要觉得我这个人 又怎么低 我就是浑身上下闪耀着狗屎的光芒 就这么一个祸 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就敢这么说 我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们觉得要想找天使 要想找文人 要想找这个道德高人 你千万不要对我有任何幻想 我不是这个人 这个人 你们去你们的教会学 你们的牧师非常高大上 简直比细胞子还高大上 那是他的事情 我不该认识 我也不会骂别人 真的 撤远了 说这个习主席 经过了脑头子们的一番轮番的轰炸教育 终于答应正式放弃连任兄弟主席 在道德品质 在明 在共产党的历史的地位方面 不能低于胡锦涛 因为他自己想了嘛 毛泽东 邓小平 习近平 什么 这么三个人 中间两个人打酱油的 还有几个人 胡耀邦 赵紫阳 根本就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然后踩上一脚 让他勇士不得翻身 对吧 所以习主席 现在堪比邓小平 邓小平堪比毛泽东 是吧 这么晚来的 结果你搞了半天 你对共产党的制度的贡献 对共产党的优传统的贡献 对共产党的 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质的贡献 你还不如胡锦涛 你忙了半天你干嘛 答应了啊 真的 正是答应放弃连任军委主义 但是 但是提出了两个特别牛逼的条件 我觉得具有极高的 狗布尼包子的智慧 绝对不能小看习近平 我对他突然是把眼睛催两下 就挂一挂 然后看他 不是一般人 提出哪两个条件 第一 这个东西我们说过的 隔代指定 接班人必须他来指定 必须他来指定 他至少要占70% 60到70的权重 其他人的意见可以参考 所以基本上他现在已经指定 隔代指定接班人了 现在北京这边已经有人说了 隔代指定接班人就是隔代 你要记住 下一 不是下一个班 不是二十大 二十二十一大 所以二十大的班子 他呢 在上前十年就已经搞定了 所以二十一大 一定是他说了算 他隔代指定接班人 这么一个路子 两个人 所谓隔代指定接班人 就是指国务总书记和三军总司令 是吧 党的主席 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 是吧 完了以后就国务院总理 就这么四个职务 就两个人 一个是小丁 丁英学祥 一个是谁 一个是胡中华 这个年龄上是完全可以的呀 他们都是六年代的人呢 是不是 也就是说五年后要把持中国呢 要把持十五年啊 或者二十年 对吧 所以习近平是五年后 李克强也是五年后 汪洋也是五年后 对吧 王沪宁也是五年后 你看见没有 包括这个赵乐际都是五年后 对吧 就没有一个常委是六年后的 五年后要把持中国 把持十五年到二十年 就这么一个路子啊 说这个四年后 你看见没有 把持中国 胡锦涛搞了十年 是吧 温家宝四年后 然后三年后 江泽民 这个东西他这么来的 有点意思的啊 有点意思的 说这个二十一代一定是六年后的天下了 所以就不要提了 所以基本上就锁定了这个丁英学祥和这个胡中华 丁英学祥是最高职务啊 党的总是国家主义军委主义一身奸 然后呢 胡中华是总理 基本上已经板上林立就这么定了 所以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啊 我先买个关子 就围绕这个丁薛祥和这个胡中华 然后北京这边的范局就议论分分 为什么是他们两个人 为什么为毛呢 哎 下回我们再分解啊 明天我们再扯啊 我们先把这个 这一期讲完 隔代指定接班人啊 这个套路已经搞定了 习包子心想是成 成功的推出了丁薛祥 说丁薛祥其实是他的人 就这么简单啊 胡中华是老胡的人 基本上可以了 而且丁薛祥这个人呢 里面有一些个上海的因素啊 老曾老江都认可 基本上锁定了啊 就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呢 李克强和汪洋啊 李克强总是用汪洋做总理 这样的一个李汪的班子 是不是 你要想想 如果他们俩搞10年的话 那还得了啊 10年以后 胡中华都70了 都已经过年纪了 所以呢 这个 谁 李克强这个细胞子 经过跟老头子们商量啊 也制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策略啊 权妄第一次提出啊 我也是刚刚听见的 就是李克强和汪洋这两个人 只能干五年 这个 这样的级别的领导人干五年 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一个人 就是朱镕基 朱镕基做总理就做五年 就退休了 年纪到了 对吧 李克强今年也是68岁 五年以后73岁 他年纪到了 汪洋今年也是跟李克强是一年生的 是不是也是73岁 年纪到了 所以他们俩人只能干五年 这个东西在中国的历史上 也是没有过的事情 作为总书局 所以作为总理啊 尤其是作为总书记 每次一干就是十年 对吧 胡锦涛是十年 习近平是十年 江泽民是十年 江泽民十三年 那不算还有三年是特殊情况啊 都是十年 所以李克强只能干五年 汪洋也只能干五年 哎 这是新达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 然后五年以后呢 就把这个班子就交给丁学祥和汪洋 哎 这么一个怒子 哎 有点意思吧 你不觉得这个西包子成功的就是彰显了自己的权力的意志吗 所以我们不要把西包子说的那么糟糕 西包子呢 他呢 还是很爱党的啊 他不希望共产党的事业毁在他的手上啊 他呢还是有点全书的 这个时候你说他几句好话吗 把他送走吗 不要再折腾老百姓了啊 至于很多人说这个西包子你老说他要退休 他为什么还要清零呢 为什么还要这么搞呢 是不是 这是另一个话题啊 有政治内幕 有经济内幕 且听下回分解 好吧 总之 这个最新谣言 很靠谱啊 习主席正式放弃连任军委主席 隔代指定接班人浮出水面 所谓的你一个像汪洋的班子 只能搞五年然后也滚蛋 有点意思啊 所以你个像汪洋也答应了 就这么干 共产党的江山万年永不变 挺有意思啊 谢谢